11块钱炸鸡自助够不够用 我又找到一个特别划算的早餐自助 5点半到10点半随便吃 环境非常的好 但是太早了只有几个人在吃饭 这个菜品非常的多 很棒 先来几块炸鸡好吧 茶蛋跟煮鸡蛋也是随便吃的 有牛肉大葱的馅饼 烤肠 猪肉酸菜跟猪肉大葱的就不吃了 有土豆丝卷饼 饺子 这个是煎饺 这三明治4块钱 这边还有点韭菜盒子和各种各样的粥一类的 发现这个粥里竟然有银饵 这边是各种各样的小菜肉皮冻 东北这边很喜欢吃的 少来一点蒜茄子尝尝味 还有牛肉的大包子 来一个 然后来一个豆浆 还有豆腐脑 这个也是唱吃的 来一碗 香菜 多来香菜 多来香菜 浇点卤子 咸豆腐脑无敌 我们先把这个拿出来 还是糖心的呢 真的好啊 拿块炸鸡 二凉炸鸡 11块钱炸鸡自助 够不够用 喜欢甜豆腐脑的大一 喜欢咸豆腐脑的大二 来我们统计一下 我甜的咸的都吃 拿一点这个蒜茄子 不血 挺好 把这个牛肉饼撕开看看 馅给的还行啊 不少不少 牛肉的包子 肉饼肉糊 就是吃的挺多的 这11块钱老板一定赔钱 最起码在我这一定赔 最牛的是 茶蛋鸡蛋不限量 它有很多 不提供茶蛋跟鸡蛋 并不是说 他们提供不起 只是因为吧 有时候有人来进货你 就是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东西非常容易被进货 证明老板是个很厂商的人 一口一个大鸡蛋 猪肉馅的 本来猪肉大葱一类的 韭菜肉的尖角 大家感觉一下 我吃的这盘多少钱能下来 11块钱不可能吃不回来 太一天了 我决定了 这一期的标题就叫11元钱炸鸡自助 叫什么早餐自助 真的是 太奢侈了 豆浆又好吃 大家感觉一下这个11元的早餐自助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爽 环境还有菜品感觉都不错 我怀疑老板能做食材 再见吧兄弟们 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别忘了告诉我名字跟地址 有时间我会去拍的好吧 再见再见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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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